当讨债人拿着他脱光衣服的照片找上门时 我才知道他瞒着我欠下了 足以让我倾家荡产的巨款 我还是决定救他 可当我凑齐了钱 却发现他早就上了债主的床 那天我下班回家 邻居看我的眼神很是怪异 唯恐避之不及 上了楼才发现 我家大门上被铺满了赤红色的油漆 欠债还钱四个大字 触目惊心 见房门虚掩着 我赶紧走了进去 几名社会气很重的男人还在我的家里 正四处搜寻着什么东西 我急了 站在门口 扯着嗓子大声质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我家 私闯民宅可是犯法的 犯法 那你去报警啊 一名花壁男子 拿着一张照片 朝我甩了过来 这是不是你老婆 他欠了我们钱 把你这屋子里的东西都卖了 都不够给他抵债的 不可能 我想都没想 直接否认 余光却看到了照片上的女子 黑发披肩 身上味着寸驴 手持着身份证 眼神竟是慌乱和羞愧 那正是我的老婆柳如烟 三百万 给你三天的时间 花壁男走上前来 用力拍了拍我的脸 恶狠狠地警告我 拿不出来 我就让你老婆的这张照片 出现在你所有家人朋友的手机上 甚至是广场的大屏幕上 我脑袋轰鸣作响 浑身像是被抽空力气一样 木讷地看着这群人 把房子里的东西一点点地搬走 原本温馨的两居室 变得空空荡荡 直到这群人走后 我的大脑仍旧是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 才终于颤抖着掏出手机 拨通了我老婆柳如烟的号码 老婆 我刚开口 电话那头便传出了柳如烟甜蜜的声音 老公 我在妈这呢 马上就回去了 晚上吃什么 语气和寻常一样 没有一点一样 我心如刀脚 深吸口气 问道 老婆 你是不是欠了钱 电话那边沉默了 过了一会后 柳如烟颤抖着声音 道 你都知道了 你真的见了 我再次开口 难以置信地问道 嗯 得到确切答案 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仿佛被烈火焚烧般难受 整颗心都碎成渣了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马上就回去了 手机里传来了柳如烟焦急的声音 我苦笑一声 强忍株烈水道 好 我等你 挂断电话 我双眼无神 正正地望向窗外 傍晚阳光正好 温暖明亮 我却感觉全世界一片灰暗 我不敢相信 当初在学校 我那个温柔贤淑 善解人意的女人 竟会背着我 做过这种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 柳如烟很快就回来了 她进屋之后 低着头走向我 快到跟前时 直接跪了下去 老公 她刚一开口 我便立声打断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说着 直接将那张不忍直视的照片 甩到了她的脸上 老公 你打我 骂我都行 千万不能不要我了 柳如烟看了一眼 便开始哭着求我 梨花带雨的模样惹人怜惜 我怒声质问道 我还怎么样你 这三百万 我就是杂锅卖铁 也还不上啊 听闻此言 柳如烟擦了一把眼泪 反倒是愤愤不平地骂起了我 王志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这钱还不是因为你才借的 你难道忘了 当年你妈病重 手术差了两万块钱 是我拿的 柳如烟站起身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要不是我 你妈早就没命了 我的心头一颤 看着柳如烟通红的双眼 思绪回到了三年之前 那时候我刚毕业 工作也没转正 拿着不到三千块钱的工资北漂 房租都快要付不起 我妈那时候突发心脏病 需要手术 怎么凑都还差两万块钱 我逞强硬下 到处和朋友借 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最后 还是柳如烟拿的 那两万块钱 我不是转正之后就还给你了吗 我的火气消散了大半 说话的气势也减弱了不少 柳如烟反而多多逼人了起来 指责道 你转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两万块钱 你知道利息有多少吗 利息足足有五十万啊 你让我拿什么还 你还不起 不会和我说吗 我立马反驳 道 那时候还了 也不至于现在欠下了三百万 你还 柳如烟转了一圈 伸手指着屋子 道 你挣那点钱 都填在了家里 一点存款都没有 现在好了 还是一点都没留下 在这一刻 我和柳如烟的立场 似乎翻转了过来 做错事情的 仿佛不是他 而是我一样 当时你要是告诉我 我就是多打几分工 也会想尽办法帮你还上 我摇了摇头 用力一探 现在欠了三百万 我就是把命搭理 也堵不上你这窟窿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柳如烟坐在了我身边 低声抱怨道 若不是你父母一直病奄奄的 我早就出去上班了 凭我的姿色 接部片子拍 五十万也赚回来了 可谁知道你父母一拖 就是拖了三年 这三年我就是在着急 也没办法 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柳如烟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我沉默无语 心中开始动摇了起来 这件事情这么看来 我的确难辞其咎 从上学的时候 柳如烟就有个梦想 想毕业之后当演员 若是自己出戏 就能请得起保姆 也不会拖累妻子 照顾自己的父母 看着柳如烟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心如刀脚 伸手扶上了他的背 道 对不起 是我拖累了你 柳如烟抽气着 摇了摇头 道 王志 我跟了你 就没后悔过 但你不能因为我欠了钱 就不要我了 大不了我们卖的房子还 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陪你东山再起 我心里愧疚又感动 紧抿着唇摇了摇头 道 就算把这房子卖了 也凑不够三百万 若不一口气还上 利息那么多 永远都是个大窟窿 柳如烟低头沉默片刻 斟酌道 要不 把爸妈那套房子也卖了吧 不行 我想都没想 一口拒绝 道 爸妈年纪大了 折腾不起 房子在卖了 他们住哪 住养老院啊 柳如烟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答道 不行不行 坚决不行 我止不住地摇头 毕业之后工作一直忙 本来就没怎么回过家 现在再买了父母的房子 送父母去养老院 那成什么了 柳如烟垮了脸 谢气道 那你说 该怎么办 此时的我也冷静了不少 一番思索后 道 我们报警吧 钱还是要还 但是报了警 起码没有那么多的利息了 到时候 哪怕不用卖父母的房子 也能还得上了 听到这话 柳如烟立马变了脸色 起身道 那怎么行 王志 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 还有视频 你要是报了警 他们绝不会放过我 到时候 谁知道他们会把这些 传到什么地方去 我又沉了脸色 追问道 视频 拍了什么视频 就 就是不穿衣服的那种 柳如烟眼神躲闪 连忙转移了话题 道 王志 这些要是传出去 我这辈子的前途都毁了 我深吸了口气 揉了揉发痛的讹角 想到日后在那些网站上 还有可能会看到柳如烟的身影 心里更是难受 网络数据发达 若是被传了上去 柳如烟的明星梦 也会彻底毁灭 见我沉默不语 柳如烟又跪了下去 抱着我的腿 哭道 王志 你就帮帮我吧 日后 我哪怕是给你们家当牛做马 我也绝无怨言 我连忙把他拉了起来 道 行了行了 你快起来吧 这事也不全怪你 明天我回去看看爸妈 当天夜里 我和如烟睡在只剩木板的床上 如烟背对着我 我坐在床边 彻夜未眠 一直一直地抽着烟 妻子做了这种事情 我的心里变得极度拧巴 总感觉心里像是多了什么累赘 筑起了一面高墙 可转念又想到 妻子是为了我才牺牲 走上了那条路 我也只能将一切不愉快强忍下来 与妻子一同面对 共同承担 此日 我便坐上了回老家的客车 看着窗外的高山农地 我心情百味杂陈 当年父母为了供我读书 走出这山 吃了不少的苦 这才落下了病根 学成之后 我却没能报答他们 将他们从这山里接出去 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还是那陈旧的小院 这么多年过去 一砖一瓦也没有换过 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 和腐朽的梅味儿 这让我觉得有些窒息 推门而入 房间里的光线暗淡 只能隐约分辨清楚 房间内的摆设 一切如故 但却给我一种 物是人非之胆 爸妈 我喊了一声 厨房传来了一阵声响 我父亲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是小智吗 看着父亲苍老的模样 勾楼的身影 我鼻头酸涩 眼泪差点涌出眼眶 嗯 是我 爸 你的腿怎么了 我扶住父亲 颤巍巍的身体 掺着他慢慢地坐在椅子上 哎 老毛病了 不碍事 父亲拍了拍我的手背 道 去看看你妈吧 我厨房里下了面 马上就好了 我心里满怀愧疚地走向卧室 推开门 床边放着一张木桌子 桌子旁边坐着我的母亲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衣 头发花白 脸颊凹陷 显得十分憔悴 妈 对不起 我低沉着嗓音说道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中带着慈爱与关切 缓缓地站了起来 傻孩子 快过来让妈看看 这么久没见你 又瘦了 我鼻尖发酸 赶紧走过去 抱着母亲哭了起来 别难过 等你爸把饭菜做好 咱娘俩好好吃顿饭 母亲亲扶着我的脑袋安慰道 我抹干净眼角的泪水 重新振作精神 晚饭时 我爸端了三碗面摆在桌子上 只有我的那一碗里 有一枚鸡蛋 看着如此清平的晚餐 我心里更加苦涩 这年头 竟然有人连鸡蛋都舍不得吃 这人 还是我的父母 我强忍泪水 问道 爸妈 你们想不想去城里住 听我这么问 二老的脸色变了变 我爸沉默不语 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面条 我妈泪水迎了眼眶 点头道 行 听小智的安排 我抢言欢笑 和他们说着城里多好多好 直到晚饭结束 一直沉默不语的老爸 才出了声 小智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慌乱地看向我爸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啊 多大了都是我们的孩子 你有事 我们当爸妈的 又怎么会不知道 我妈笑着起身 回了卧室 在出来时 手里拿来的小本子 反正我们也要去城里住了 这老房子险着也是险着 不如卖了吧 妈 我看着眼前的房本 眼泪再也忍不住 我妈叹了口气 把房本递给我 轻拍我的肩膀 柔声道 傻孩子 哭啥呢 妈相信你 总会好起来的 我擦干眼泪 用力点了点头 这一晚 我住在了老家 几乎一夜无眠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工作 报答父母 第二天一早 我收拾了父母的行李 带着他们一同离开 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 有说我出现了的 有说我是听到了 拆迁的消息才回来的 我全部置之脑后 将爸妈接上了车 远远地离开了这里 进了城 我将他们安置在了养老院 甚至选择的 是最便宜的那一种 临行前 我跪在他们面前 红着眼睛保证道 爸妈 你们在这等我一阵子 有了钱我立刻接你们出去 从今往后 儿子我都亲自伺候你们 我不敢告诉他们真相 只能用谎言来圆 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我 我怕他们知道了 实情会难受 怀揣着愧疚的心情 我离开了养老院 立马拿着房本 去了房产中介 中介说房子太老 不好卖 就是挂在网上卖 短时间内也卖不出去 中介让我去抵押贷款 或者找银行借点 我想了很久 决定先把这套房子 给抵押出去 毕竟 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 给我思考了 又告诉中介 若是有人来买 我可以降价 给钱就卖 做完这一切 我赶紧回了公司上班 生怕耽误了工作 丢了饭碗 没了翻身的机会 甚至加班到凌晨 只为了能够 多赚点钱还债 天蒙蒙亮时 我正准备下班 却接到了中介的电话 你小子真是踩了狗屎运 那破房子 竟然敢这么快 就有人打听了 不过现在可太早了 我可没法帮你谈 我发你的地址 你自己过去跟买家谈 能不能卖得出去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听着电话里 中介那明显带着起床器的话 我又惊又喜 忙到 行 你把位置发我吧 要是谈下来了 中介费 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提到中介费 电话那边语气好了不少 挂端电话后 手机上就收到了一个地址 我顾不上疲惫 连忙打车赶了过去 车在一家夜店门口 停了下来 临近天明 有不少穿着热辣的美女 和打扮花哨的年轻男子 从门口走出来 我一走近 就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酒气 我生怕他们耍酒疯 一直等他们走得差不多 才朝着门口走去 刚到了门口 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 下班了 明天再来吧 我是来找人的 我赶忙解释道 请问这里有叫周学妹的吗 她让我在这里找她 周学妹 保安一听这个名字 顿时打亮了我几眼 道 你在这等着 我去问问 没过两分钟 保安就回来告诉我 跟我来 说完 便带着我朝里面走去 走进大厅 已经没有多少人 只剩下了几个喝醉酒的 东倒西歪的睡在卡座上 保安带着我一路弯弯绕绕 走到了一个 写着办公室的房间前 咚咚 妹姐 人带来了 知道了 屋内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片刻后 房门打开 穿着热裤吊带的周学妹 从屋里缓步走了出来 脸上挂着淡淡的红韵 看上去有些醉意 进来吧 她对我轻声说了句 便转身进了屋 我看着她那诱惑十足的背影 咽了下唾沫 紧张地跟了进去 屋内很空旷 除了沙发之外 什么都没有 周学妹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看着我 嘴角微微扬起 似笑非笑的样子 小帅哥 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叫王志 听说你要买房子 我有点局促地答道 周学妹轻哼一声 抱歉啊 这个时间叫你来谈 我们这行作息就这样 听见这话 我不由得一愣 日夜颠倒的作息 眼前这个大美人 究竟是做哪一行的 正当我浮想联篇的时候 周学妹点燃了一支戏烟 香烟缭绕中 她那精致漂亮的五官 越加的妖娆迷人 特别是那性感的嘴唇 更是充满了无限诱惑 我深吸了口气 平复了下心情 然后问道 妹姐 房子的是周学妹吐了的烟圈 抬头看向我 我听说 你给钱就卖 也不是 最少要六十万 我已经提前算好了 卖了现在住的房子 和卡里的存款 还差六十万 才凑够三百万 听到这话 周学妹促起了好看的眉头 笑道 这可比你的标价还高啊 你在这掉我吗 我听出了她语气的不悦 连忙解释道 妹姐 我那房子虽然看着破 但是很值钱 马上就要拆迁了 改成旅游区 日后房价能翻好几倍 而且 你可以去我们那打听打听 我卖的价格绝对的最低的 我买不买都行 周学妹熄灭了香烟 翘着二郎腿 笑道 你们那确实要拆了 改成旅游度假村 我想在那开个分店 你家那块地方 大小正好够用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眼睛 不去往她那露出的底裤上瓢 但我毕竟是个气血方刚的男人 周学妹明显一愣 随后咯咯地笑出了声 我看你也没心思卖房子了 怎么 想睡我 我连忙摆手 大声道 不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妹姐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 周学妹听到这话 笑得花枝乱颤 你倒是会说话 想睡我也不是不行 把你那房子给我 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 她凑近了我 身上的香气扑面而来 顿时让我红了耳朵 看着近在咫尺的鸿沟 我咽了咽口水 甚至很想就这么扑上去 反正柳如烟也让人给看光了 她先对我不忠 我为什么不能睡别的女人 周学妹顺手掐灭了香烟 整个人侧身向我靠近 我看见近在咫尺的两团雪白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又感到有一股血气 直逼大脑 小帅哥 你是怎么考虑的 周学妹凑近到我的耳边 朴气如蓝地说道 我深呼吸平复心情 理智最终还是站上了冲动 轻轻推开了周学妹 随后 说道 妹姐 我家里实在是有急事 房子我成心卖 但是六十万一点也少不了 周学妹坐了回去 有些玩味地勾起了唇 道 行 谁让你这么和我的演员 六十万就六十万 我大喜 连忙道谢 周学妹随意地打了个哈欠 摆了摆手说道 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合同到时候 让我助理联系你签 等到房子更名的时候 我就把钱打给你 说完这话 周学妹见我没动 她便挑了挑眉 玩味地问道 怎么 你难道还是想陪我睡吗 我连忙回过了神 摇头说道 不是 妹姐 你误会了 周学妹目光微沉 语气也冷了下来 道 那你还在这干什么 怎么还不走 我苦涩地笑了笑 然后试探地问道 妹姐 你能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我 周学妹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道 不行 办事必须讲究流程 哪有直接给钱的道理 我或许是太着急了 竟鬼使神差地扑上去 将周学妹按在了沙发上 急切地说道 妹姐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钱 房本我可以压在你这 你就把钱先给我吧 周学妹看着我 红了脸 随后躲避着视线 声音也软了几分 道 行 你先起来 有什么话慢慢说 我松了口气 接着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些冒昧 对不起妹姐 我刚才 周学妹撑了我一眼 走向保险柜 捧着一摞紫钱扔在了沙发上 六十万 你点点吧 我稳了稳心神 拿出房本地给了周学妹 紧接着便要去拿那些钱 等等 周学妹打断了我 又问道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用钱 我犹豫了好一阵 实在是难以启齿 周学妹接过房本 没好气地说道 算了 既然不想说 那就别说了 不过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杀了你 我抱着手提箱 走出夜店时 脸还是白的 不过好在 钱拿到手了 看着懵懵亮的天 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 打了辆车 就往家里赶去 凌晨小区里 没了对我指指点点的邻居 可不知怎的 我却依旧是抬不起头 一路低着脑袋 匆匆回到了家 老婆 我回来了 进门之后 我喊了一声 没人回应 朝着卧室走去 却发现柳如烟已经醒了 盘腿坐在地上化着妆 见到我 柳如烟明显一惊 随后放下手中的口红 起身朝着我走了过来 怎么才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是电池没电关了机 然后便解释地说道 手机没电了 而且我能有什么事啊 接着又询问道 道是你 打扮这么漂亮 要干什么去啊 听我这样问 柳如烟继续做了回去 道 瞧你这话说的 我哪天不打扮啊 你难道忘了 我的职业 以后可是要当大明星的 若是现在被人拍到了什么不好的照片 那都可能是我的黑点 我苦笑 没有回话 什么大明星 现在不过连网剧都接不到 只能跑龙套的群演罢了 不过 有梦想也算是好事 我走上前去 将手中的包子放在了柳如烟的面前 说道 吃点东西吧 还热着呢 柳如烟没看一眼 直接问我房子的是 你爸妈那的房子 卖出去了吗 嗯 卖出去了 我将手提箱打开 让他看了看 见到手提箱里 满满的现金之后 柳如烟的眼睛都亮了 这是多少钱 六十万 柳如烟愣了 转过头看向我 差一到就卖了六十万 那房子太老 有人买就不错了 我看他这样很不舒服 心里甚至有些厌烦 没好气地说道 柳如烟可能是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也不再说什么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躺下之后 就立马睡了过去 睡一朦胧间 我听到房门被什么东西用力撞击着 砰的一声 我静坐起身 瞪大的眼睛朝着门口看去 又是那个光头花碧男 他带着五六个小弟 冲进我家 直奔着柳如烟就去了 臭娘们 三天了 钱呢 花碧男扯着柳如烟的头发 就往门口拽 还不起钱 就跟我们回去 用你自己的身体还债 柳如烟脸都白了 赶忙冲着我大喊道 王志 你醒醒 快把钱给他们 听见动静后我猛然惊醒 想都没想 拿起手提箱就冲了上去 你们这群混账东西 放开我老婆 我大声嘶吼着 用手提箱朝着他们身上猛砸 江柳如烟护在了身后 你不就是要钱吗 别碰我老婆 滚 滚开 我把手提箱朝着花碧男扔了过去 道 拿着钱 赶紧走 花碧男打开手提箱看了一眼 顿时不屑地笑了 臭小子 你糊弄谁呢 你老婆欠了三百万 这里这点连一半都不够吧 我沉了口气 道 那是六十万 现在这房子还值不少钱 也给你们 房子 花碧男摇头晃脑的四处看了看 讥讽道 你这破房子 能值两百多万 做梦啊 我看 你们是还不起了 兄弟们 把这娘们给我带走 都别动 我大喊一声 紧紧护住柳如烟 朝着花碧男呵斥道 你他妈的就给我三天时间 老子上哪给你弄钱 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成心想要钱 要是这样 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 你们非但要不到钱 还得吃牢饭 听到这话 花碧男神色犹豫了 看我一脸视死如归的样 他还真怕我撞死在他们的面前 兄弟 你冷静点 闲时间短我们可以商量 花碧男慢慢朝着我走近 语气也缓和了不少 我没有掉以轻心 找准时机 直接拉开窗户坐在了窗台上 站住 再往前一步 我就直接跳下去 花碧男下了一跳 退出几步远 道 兄弟 咱们有事好商量 你别激动 我点头答应 道 只要你们不逼我 我肯定会想办法筹到钱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 你们再来骚扰我和我老婆 咱们大不了就与死网破 你不光钱要不到 我死之前 还得拉你们的人 坐垫背的 行行行 我答应你 花碧男忙不迭地说道 同时挥手 让手下小弟们抓紧离开 恐怕他做梦都没想到 我居然会变得这么硬气 兄弟 我既你是个汉子 你老婆都这样了 你还护着他 就从这点 我给你们时间 但三百万 还是一分都不能少 花碧男说完 也离开了屋子 重重摔上了屋门 等到他们全部消失 我长嘘一口气 从窗台上跳了下来 柳如烟早已经泪流满面 他抓住我的胳膊 哭着求我道 王志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也不活了 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老婆 你出去躲几天 这房子不安全 剩下的钱 我会想办法 你放心 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柳如烟抹了把眼泪 嗡了一声 抱住了我 当天晚上 我又回到了那家夜店 应该是周雪妹和保安 打过了招呼 这次在进去时 保安没有拦住我 我走进大厅 顿时被音乐阵的耳朵发麻 性感火辣的美女在舞池中央热舞 疯狂扭动腰肢和臀部 酒杯相碰的声音 语人的娇称和男人的喊声 在大厅内此起彼伏 我费力地穿过人群 找到了那间办公室 敲了半天的门 却一直没有人回应 你找我 身后 传来一阵轻力的嗓音 很动听 我转身看去 一张爵士容颜出现在眼前 她就是周雪妹 周雪妹穿着一条紧身裙 露其妆 胸口高耸 修长笔直的眉腿上 还穿着黑丝袜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成熟的妩媚与性感 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我盯着她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 我承认 周雪妹很漂亮 而且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远比我那梦想做明星的老婆 还要漂亮得多 妹姐 我叫了一声 音乐声太大了 周雪妹只能凑近了我 大声道 来更名的 我点了点头 指了指办公室 道 我们进去说吧 刚进办公室 一股淡雅香味扑鼻而来 令人精神未知一阵 妹姐 别这么客套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周雪妹给制止了 她随手关上房门 走到办公桌后 翘起了二郎腿 道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听着 我看向了她 正要开口 一时间却看得有些出神 身形窈窕 双腿交叠下 大腿上的肉被积压 胖瘦始终刚刚好 好看吗 周雪妹别起小嘴 无奈地说道 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脸上多了一抹尴尬 说道 妹姐 我知道 您对我印象挺差的 觉得我不靠谱 但是 说到这 我深吸一口气 道 我真是遇上麻烦了 妹姐 你不差钱 能不能再买我一套房子 周雪妹争了片刻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当我是搞房地产的呢 帅哥 我就是在有钱 也不是提款机啊 再说了 我们算上今天 才第二次见面 第一套房子 还没更名过户 你就让我买第二套 怎么 完呢 我咬了咬牙 清楚周雪妹的担心 这点我也早有预料 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除了刚认识的这位周小姐 不知道还能找谁帮忙了 犹豫了片刻后 我将事情如实相告 希望周雪妹能帮帮忙 妹姐 不怕你笑话 我老婆借了贷 欠了三百万 我也是走投无路了 你有老婆了 周雪妹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随即又补充道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挺重感情的人 我苦涩地点点头 道 我老婆为我付出很多 而且这钱欠的 我也有原因 不错 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周雪妹四笑非笑地看着我 道 买房子就算了 我手里房子不少 不缺了 我闻言 顿感无力 但也没什么意外的 看着我失落的样子 周雪妹又道 不过你要是缺钱 我倒是可以给你拿点 只不过 我有个条件 我猛地抬起头 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连忙硬下 妹姐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答应你 帮我杀个人 周雪妹微微勾起嘴角 露出迷人的弧度 道 明天晚上 我会通知你地址 记住 不许报警 杀 杀人 我脑袋轰了一声 周雪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道 怎么 害怕了 两百多万啊 小帅哥 你以为钱那么好赚的 这么多钱 你当然得付出点代价 不过不敢接就算了 我咬了咬牙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杀 我当然敢 只要能救出我老婆 我豁出去了 行 你算是个男人 周雪妹哥哥娇笑 道 我欣赏你的魄力 也喜欢你的胆识 既然这样 明天晚上 你到西城区的金碧辉煌酒店找我 我点头道 好 周雪妹翘脸一沉 有警告的语气说道 还有 别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果自负 我离开之后 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一时冲动下 就答应了下来 但冷静过后 心中有被无力感所裹挟 三岁小孩都知道杀人 是犯法的 会坐牢 会被枪毙 一旦走出那一步 不光是自己的人生 就连家人的人生 也全都完了 但是 我却别无选择 为了这笔钱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回到家时 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拿出手机联系她 可电话打了好几通 才被接起 问怎么了老公 电话那边 传出了柳如烟 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眉头下意识地皱了起来 道 怎么这么晚才接电话 还有 你在干什么 那边是什么动静 哦 刚才手机没在身边 赶着接电话 就跑了几步 有什么事吗 老公 我没多想 道 钱我已经凑够了 你人在哪呢 我这就去找你 真的 柳如烟惊喜地叫了一声 随后便传来了一阵 稀稀苏苏的声音 什么动静 我又疑惑地问道 老公 你不是让我出去躲躲吗 我现在在酒店呢 一个人在酒店害怕 我就打开电视 放节目 听声音 那个什么 今天太晚了 你过来太麻烦了 直接把钱打我卡里 我直接还上就行了 我自然懂夜长梦多的道理 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乎是挂断电话的同时 柳如烟就把卡号发了过来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钱 通过手机网银 再三比对号码过后 转账到了他的卡里 做完这一切 我摊坐在地上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子 一声不吭 想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我再次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 本想嘱咐他好好照顾我的父母 今后余生好好照顾自己 但电话却关机了 我没办法 只好一个人在这空落落的房子里睡下 第二天傍晚 我如约来到了西城区的金碧辉煌酒店 我给周雪妹打了电话 根据她的指示 来到了一个房间之中 周雪妹就坐在床上 笑音音都望着我说道 不错 你还挺守承诺的 真的来了 妹姐 你要我做什么 我 我该怎么做 我试探地询问 说话时紧张地攥着拳头 手心里全是汗水 以前的我就算是做梦都想不到 有朝一日能走上杀手这条道路 你先挑一样顺手的武器吧 周雪妹淡淡说着 目光看向了一侧的床头柜 听见这话 我也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 只见 床头柜上摆着刀子 手辅 还有一把手枪 当看见手枪的那一刻 我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浓浓的震惊之色 不敢相信 周雪妹连这种家伙都能搞到 正当我愣神之际 周雪妹不知何时 已经戴上了一副白手套 她熟练的装填子弹 上唐 淡淡说道 这枪是鲁阁P85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美国货 虽说不够先进 但精度没得说 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走上前拿起了桌上的刀子 我还是用这个吧 周雪妹笑了笑 将手枪放了回去 说道 毕竟是第一次 能理解 我也苦涩地笑了笑 第一次 不出意外 也是最后一次 周雪妹递上来了一张门卡 说道 去吧 就在这个房间里 放心 我会在外面接应你的 我结果看了一眼 揣进了口袋之中 深呼吸 平复心情过后 向着房间外走去 我万万没想到 周雪妹安排我杀的人 同在这金碧辉煌酒店里 坐上电梯 很快就来到了顶层 我朝着门卡 锁指式的房间走去 来到门口 我紧张地左右环顾 发现摄像头早已被破坏 不出意外 这是周雪妹的手笔 可尽管如此 我的心情依旧是忐忑不安 从怀里掏出了一包香烟 用力吸了几口 之后 我才终于鼓足勇气 拿出房卡准备开门 可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房间内转了出来 你老公真疼你 倾家荡产给你凑了三百万 还不是我求他的 一开始他还想跟我离婚呢 好在是我的演技卓越 骗过了他 演的确不错 你放心 我这边有好的资源 肯定优先考虑你 那我可得 好好谢谢哥哥才行了 我愣在了当场 这女人的声音 我再熟悉不过 正是我的老婆柳如烟 而屋内的另一个人 像是找我老婆讨债的 那个花壁青年 听见这些话 我从恍惚中回了神 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用房卡刷开了房间 混账东西 我攥紧匕首 直奔床榻而去 此刻 花壁男和柳如烟 同时躺在床上 见到我来之后 二人全都吓傻了眼 光头花壁男 面露惊惧之色 急声问道 你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柳如烟也在一旁 用被子遮挡着躯体 难以置信地问我 老公 你怎么会在这 我要你的命 我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大脑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花壁男扑去 花壁男健壮 顾不上其他 连裤子都没穿 就下床逃命 不大的房间里 我追 他逃 最终 花壁男被我撞倒在地 死死踩在了脚下 我 我杀了你 我的目光喷火 恶狠狠地瞪着花壁男 手中的匕首 猛然朝着花壁男的心脏刺去 可这一刀 终究是没能落下 我突然感觉脑袋嗡的一声 回头看去 发现柳如烟正举着烟灰缸 一脸惊恐地望着我 再之后 我便失去了意识 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发现正躺在那间屋子的床上 周雪妹坐在床边 美眸无奈地望着我 问道 说说吧 都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 我看见我老婆了 我捂着隐隐作痛的后脑勺 一边回忆 一边说道 你老婆 周雪妹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追问我道 有点意思 仔细说说 我将在房间外听到的话 以及房间内看到的一切 悉数说了出来 周雪妹惊讶的小嘴张大 望向我的目光中 多了一抹怜悯 所以说 你被你老婆给骗了 不 我极力摇头否定 这事情 肯定有原因 我老婆是迫不得已的 周雪妹看我的目光 怜悯到了极点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听你老婆说话 我知道柳如烟是什么样的人 我坚定地说道 她是个好女人 孝敬父母 她会欠钱也是因为 当年给我母亲筹钱治病 人心隔肚皮 你怎么知道她变没变 周雪妹无奈对我说道 我听你话里的意思 你老婆明明就是 和那个男人和起伙来骗你 我固执己见 不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出有因 随便你 周雪妹很是失望 拿起包就要离开 有情况 我会再通知你的 你先休息吧 嗯 我正要说些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 拿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疑惑地接听 电话那头是养老院的人 说我父母住院了 正在ICU里抢救 什么 我大惊失色 问清楚医院的位置 便立马朝房间外冲去 周雪妹还没走 见我这副模样 便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将电话里的事情 简短解说地告诉了她 走吧 周雪妹急声说着 便向着屋外走去 去哪 我疑惑地询问 现在我得去医院 可没时间再跟着周雪妹去鬼混 周雪妹无奈地白了我一眼 说道 还能去哪 当然是医院了 妹姐开车 送我去了医院 抵达之后 我直奔ICU病房 跌跌撞撞地朝着门外的医生 扑了上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爸妈他们怎么 医生打量了我一番 猝着眉头 立声问道 你是他们的儿子 我重重点了点头 紧接着 医生便阴阳怪气地对我说道 看你这样 也不是像个没钱的 怎么对自己的父母这么差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脸色一沉 伸手拽住了医生的衣领 那状态 就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瞬间炸了毛 我生气 是因为医生这话 戳中了我的心 我的确对父母不好 不然也不会卖了他们的房子 把他们送到了养老院去住 还是最便宜 最简陋的养老院 你想干什么 医生警惕了起来 我警告你 再这样我可叫保安了 王志 你冷静点 这时候 周雪妹走了过来 拉开了我 然后 她向医生致歉 冷静地问道 抱歉医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详细说说吗 医生整了整衣领 瞥了我一眼 嘟囔了一句 你这老婆 倒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周雪妹尴尬地笑了笑 医生继续说道 两位老人 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甚至肠道粘连 八成是长期饿肚子 这不可能 我当即反驳道 我老婆把我父母照顾的 医生不耐烦地打断 怎么 难道化验的结果还会有假 可 我一失语色 无话可说 心中 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父母养你这么大 你怎么能对他们不管不顾呢 有着反驳的时间 不如多陪陪你父母了 听着医生的话 我的脸顿是红了 甚至不敢再去看医生的眼睛 我在心中存夺 父母营养不良 这怎么可能呢 我父母都有退休金 甚至还不少 不说医事无忧 但起码不至于吃不起饭 难道说 是柳如烟塔 我心底疑惑 嘴上一直在道着歉 医生不耐烦地摆了白手 递给我一张医药单 道 行了 赶紧把医药费交了去吧 再去给你父母买点吃点 最近要多照顾他们 我下意识地接过了医药单 扫了一眼底部的数额 顿时白了脸色 这三万多 医生皱着眉头 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你知道你爸妈的情况吗 如果不及时治疗 以后很难再复原的 听完这句话 我整个人都猛逼了 三万块 换做平时我不会犹豫 但现在刚替柳如烟还完债 我卡里还不到两百块 我急得直冒冷汗 还是周雪妹看出了我的窘迫 接过了医药单 道 知道了 我们这就去缴费 我猛地抬起头 看向周雪妹 妹姐 谢谢你 行了 以后还我 周雪妹说道 你留下陪你爸妈吧 我去给他们买点吃的 我母亲率先脱离了危险 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中 我在病床便守着 心痛到了极点 不知道过了多久 母亲终于醒了过来 在我的再三询问下 母亲将一切都告诉了我 原来这些年 柳如烟并没有照顾我的父母 甚至每次去我父母家 都要走了他们的退休金 不仅如此 就连我父亲的那天腿 都是被柳如烟的弟弟打断的 只因为 我父亲想留些钱 好与我母亲过冬 他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我红着眼睛问我母亲 他却摇了摇头 小智啊 你现在长大了 爸妈也不想让你为难 更不想看着你们两口子 吵架闹矛盾 我们只希望你能好好的 你好了 我们也就知足了 我扑进我母亲的怀里 无声地哭了 怪不得上次回家 看家里那么寒酸 当时心事重没多想 现在看来 都是柳如烟搞的鬼 我每个月开了工资 都给柳如烟一笔钱 托他照顾我的父母 这笔钱被他撕吞了不说 甚至还要走了我父母的养老金 妈 你放心 今后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们了 我擦掉眼泪 坚定地对我母亲说道 离开病房 来到了走廊之中 我立马给了自己两巴掌 此刻 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混账 被柳如烟骗了那么久 刚才我居然还在替柳如烟说话 我忍无可忍 拿出手机拨通了柳如烟的号码 没想到 这一次电话接通了 柳如烟 你一直都在骗我 这一切 都是你实现计划好的对吧 我开门见山 直接到 我这些年对你不差 就算是我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对我爸妈那个样子 电话那头 传出了柳如烟冰冷的声音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就没必要再瞒着你了 你是对我不错 可你爸妈拖累我 要是没有他们 我早就去拍戏当大明星了 王志 你难道不知道 演员就靠年轻那几年 我还有几年可以拖的 听见这自私的发言 我愤怒的脸色涨红 若是这样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找保姆照顾他们 为什么你要虐待他们 我几乎是咆哮着 说出了这句话 电话那边 柳如烟显然是被我吓到了 好伴赏才说到 王志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离婚吧 听着柳如烟一副理直气壮的语气 我被气笑了 干脆地应道 行 离婚就离婚 拿好你的身份证 我们民政局见 说完这话 我干脆地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 我拿着我们的结婚证 来到了民政局 柳如烟打扮的花枝招展 从一辆奔驰车上走了下来 他踩着高跟鞋 扬着下巴的朝我走近 你还真来了 你给我戴绿帽子 我不离婚 还留着你干什么 我说着 看向奔驰车上的花壁男 又问道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道 行 看在你今天来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 我和光哥早就认识了 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 我们就睡过 你混蛋 我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抬手 朝着柳如烟脸上 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闷响 柳如烟被扇得身形亮呛 摔倒在了地上 你想干什么 这时候 花壁男从车内钻出 快步朝着我冲了过来 干什么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咬牙发狠 攥紧拳头 快步上前一拳 打在了花壁男的脸上 煞时间 花壁男鼻血喷涌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愤怒道 畜生 你敢打老子 我打的就是你 我大声呵斥 转眼 便与花壁男扭打在了一起 很快 引来了民政局的保安 有人报警 我和花壁男一起 被扭送到了派出所 当天下午 我被判拘留15天 而花壁男则是直接被释放 临走前 花壁男还朝着我书中之挑衅 我差点没当着警察的面 又对他动手 他们是奸夫淫妇 他们骗了我的钱 他们还害我父母 我被警察按在桌子上 极力地在向警察们解释 可没有一个人 肯为我出头 所有人 都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 你或许真的受了委屈 但这也不是你打人的理由 这是警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 我便被关进了居有所之中 铁窗内 我终于冷静了下来 整理思绪 我猛然发觉 这件事情 恐怕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阴谋 裸带 本就是柳如烟心甘情愿的 甚至 都未必有裸带这一档子事情 是柳如烟那个女人 和别人和起伙来 坑骗了我 王志 有人保识你了 正当我气愤之际 门外有警察冲我喊道 我抬头望去 见周雪妹也在牢房外 一脸无奈地望着我 保识 我错愕地问道 就是你可以走了 警察说着 给我打开了牢房的大门 很快 我便与周雪妹离开了派出所 坐进车里 周雪妹无奈地看着我 说道 我就买个饭的功夫 你人就不见了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柳如烟骗了我 我愤怒地说道 她和那个闻着花壁的家伙 合伙骗了我的钱 不光如此 她之前还折磨我的父母 我要找柳如烟离婚 结果就 周雪妹沉了口气 反问道 结果 就遇到了林栋 我点了点头 心里清楚 林栋是那个花壁男的名字 然后 你们就打起来了 周雪妹无奈地问道 我叹了口气 哎 我一冲动 就打了她 行吧 下次可别这么冲动啊 周雪妹说道 你要是实在想冲动 就把林栋杀了 否则就冷静一点 嗯 我尴尬地答应一声 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妹姐 麻烦你去一趟医院 我父母还在医院里呢 我还以为 你把你父母忘了呢 周雪妹称怪道 你放心吧 你父母那边 我都已经安顿好了 医药费我也交上了 还请了为护工照顾 听见这话 我心里备受感动 妹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周雪妹神色突然严肃了起来 说道 你帮我把林栋杀了 就当是报答了 我的脸色一沉 强压着怒火说道 放心吧 妹姐 不光是林栋 那柳如烟 我也绝不会放过 我将我心里的计划 对周雪妹合盘托出 听完了我的讲述 周雪妹也觉得可行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想出这种好办法 周雪妹笑脸盈盈 对我赞不绝口 我尴尬地笑了笑 这话听上去 不像是在夸我 倒像是一种讽刺 不过 之前的我也的确是太冲动了 好几次因为头脑发热 就中了柳如烟的圈套 想明白了一切 现在的我 格外的冷静 甚至冷静的有些让人害怕 心里更是琢磨出了数十种 让柳如烟和林栋 生不如死的办法 第二天 我又联系了柳如烟 电话接通 柳如烟很是意外 哟 警察局里还能打电话呢 听着柳如烟的调侃 我十分地冷静 说道 我被保释出来了 柳如烟扎了扎舌 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钱 藏得够深了 我没有理会 而是说道 出来一趟吧 我们把离婚正办了 行 等着吧 柳如烟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我直奔民政局附近的咖啡馆 直到下午才透过玻璃窗 看见了柳如烟的身影 这一次 柳如烟是一个人来的 并没有带林栋一起 咖啡馆外 柳如烟四下张望 不多时 我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人呢 接通 电话那头 传出了柳如烟不耐烦的声音 转头 咖啡厅里 我淡淡说道 柳如烟朝咖啡厅看了一眼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很快 他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把包随手放在了桌上 故意将有LV标志的一面对着我 然后 缓缓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清楚 这是他在故意挑衅 不过 我的心情却格外的平静 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 哟 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还要死要活 今天就突然看开了 柳如烟意外地问道 不看开点 又能怎么样呢 我叹息一声 说道 事已至此 是你赢了 听见这话 柳如烟得意地笑了笑 甚至反过来劝说起了我 王志 你别怪我 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何况 我还这么年轻 未来有大好的前途 总不能跟你去过一辈子的苦日子吧 我眉头皱起 问道 咱们之前的日子 苦吗 市区内的大平层 还是学区房 上班通勤 只需要二十分钟不到 而且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收入一个月有两三万 这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 结果 在柳如烟看来 却成了苦日子 这不禁让我感到匪夷所思 没见过世面之前 我感觉 日子还算可以 柳如烟淡淡说道 可我见过世面之后 就再也无法忍受 过去那样的日子 你知道 上千平的大别墅 是什么样的吗 你能想象 家里游泳时的日子吗 还有家庭影院 健身房 听了这些话 我止不住地苦笑 所以呢 柳如烟斩钉截铁地说道 所以 我要离开你 追求属于我的生活 我沉了口气 问出了一直不敢面对的话 这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 你根本就没有裸带 就是想骗婚 骗我的钱 是又如何 这钱是你自己给我的 你请我愿 柳如烟满不在 在乎地耸耸肩膀 一字一句地说道 更何况 我还帮你照顾了你爸妈这么久 听见这话 我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咬牙切齿地盯着柳如烟 恨不得撕碎了她 你照顾她们 你差点害死了她们 呵呵 我当然知道 可是那又如何 谁让她们两个老不死地拖累我 柳如烟侃侃而谈 目光嘲讽地看着我 丝毫不觉得她的举动哪里不妥 却不知 这一切都被我用录音笔记录了下来 真有你的 明明是你骗我 你却说贷款是为了我的父母 我叹了口气 苦涩地摇了摇头 事到如今 说这些也没意义了 柳如烟得意地说道 能骗过你 不也正式说明了 我的演技高超吗 每个人 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咱们夫妻一场 你要是真的爱我 就应该支持我追求幸福的生活 我强压着怒火 听着柳如烟说完了这些 不知道从哪学到的歪理邪说 随后 便与柳如烟去民政局离了婚 柳如烟得意地离开 而我直奔警署 提交了证据 几天后 警察给我来了电话 叫我过去一趟 我见到了灵动 此时的她双手被靠着 嚣张的气焰少了不少 灵动见到我 顿时有些激动 大吼道 他妈的 你们和骑火来骗老子 我很疑惑 看向一旁的警员 询问道 他这是怎么了 警员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 原来这灵动不仅不是追债人 还是个小有名气的网剧导演 柳如烟答应他 给他三百万 来为他拍戏 但有个前提 就是要配合柳如烟 跟我来演这出讨债的戏码 没想到戏拍完了 这柳如烟竟然还主动告诉了我一切 最后把他抓到了警局来 在灵动的眼里 倒像是我和柳如烟 在合谋骗他 灵动 无论如何 这三百万是我的财产 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我很冷静 看着灵动一字一句地道 更何况 你做的错事不止这一桩 不然的话 周雪妹为什么那么恨你 听我提及周雪妹 灵动仿佛被抓到了软肋 他立马就服软 压低声音对我说道 行 你的钱 我可以一分不差的都还给你 但我也有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我才行 我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都这时候了 你还跟我谈条件 灵动沉声说道 周雪妹的事情 你就当不知道 别管了 只要答应我 我就把钱给你 行 我答应你 我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再简单不过 只是心里好奇 这灵动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周雪妹 不过 这好奇和钱相比 我还是选择了钱 灵动很快就将钱 转回到了我的银行卡 我俩算是直接和解 各自离开了警署 出来后 我便直接去找了周雪妹 将拿回的钱 全部奉还 妹姐 你借给我的三百万 我都转你银行账户了 我低着头 小声说道 人我不杀了 周雪妹也没为难我 看了眼短信 确认无误后 就把我爸妈那套房子的房本 还给了我 不杀就不杀了吧 他那人坏得很 我也不想无辜的人 再被牵扯进去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周雪妹点燃了一只女士香烟 淡淡地吐出个烟圈 说道 他这样的人 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我沉默了很久 还是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那句话 妹姐 灵动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恨不得要了她的命 我承认 这是我食言了 可被骗了这么久的我 偶尔食言一次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雪妹看着我 突然笑了 告诉你也无妨 她是我前夫 拿着我的钱 在外面玩别的女人 后来还抢了我的公司 把我甩了 你说 她这样的人 不该死吗 我没敢吭声 像周雪妹这样的女人 经历了这样的事 确实想要把灵动杀之而后快 至于现在 她为什么放弃杀灵动 我不清楚 也不好多问什么 过了几天 我爸妈的病好得差不多 我将她们接回了家 精心照料下 她们的病情也逐渐好转 那天下午 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邻居对我指指点点 低声地议论着什么 这一次 我没再逃避 上前打听 大妈 聊什么呢 你老婆 是不是柳如烟啊 她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惹了不该惹的人 人民广场呢 你快去看看吧 听这几个大妈的话 我释然地笑了笑 解释道 不是我老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出了什么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不过出于好奇 我还是走到了人民广场 我隔着老远 就看见广场上 围了一群人 大屏幕上 正一段接着一段 播放着柳如烟的 不雅视频 甚至 还有她和灵动的床照 我心知 这是灵动的反击 我转身正要走 余光却撇到了柳如烟 此时她素面朝天 头发也乱糟糟的 仔细看去 脸都没洗 忽然 她也看见了我 先是一愣 随后大步朝着我跑来 我想走 却没来得及 柳如烟一把拉住了我 急声道 王志 我知道错了 我不当明星了 求求你原谅我 我们再婚好不好 我甩开她 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嫌弃地打那打袖子 不是你不想当明星 你现在也当不了了 不过没关系 就算不是明星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你这个人了 柳如烟慌乱地四下看去 见周围人正对她指指点点 连忙捂着脸跑走了 我回到了家中 发现周雪妹居然也在家里 正在和我的父母 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妹姐 我神情恍惚 有些惊讶 小智回来了 我母亲朝我招了招手 脸上露出了我许久未见过的 会心的微笑 周雪妹问我父母道 叔叔阿姨 我能先和王志单独聊聊吗 我父母欣然点头 周雪妹起身向我走来 巧声道 我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你方便吗 方便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 周雪妹便带着我来到了走廊 她拿出了一包女士香烟 从中敲出一颗 点上之后 抽了几口 才缓缓说道 你知道吗 灵洞死了 死了 我神色一惊 紧张地问道 妹姐 你是不是 周雪妹摇头否认 不是我干的 杀灵洞的人 是你的前妻 柳如烟 我有些难以置信 嗯 周雪妹点了点头 说道 灵洞把柳如烟的艳照 公布了出去 柳如烟发疯了 找灵洞理论 争吵之下 她拿着水果刀 把灵洞给捅死了 一击毙命 我暗暗松了口气 刚才还见到柳如烟 没想到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幸亏她没有对我下手 倘若突然也给我一刀 后果不堪设想 我打了个冷战 不免有些后怕 现在 柳如烟不光是个过街老鼠 肯定还将要锒铛入狱 就算是精神失常 不会背叛死刑 但也会在监狱里裹完下半辈子 当天晚上 警察找到了我 告诉我 柳如烟被逮捕了 因为我和柳如烟有关系 之前又有纠纷 所以去了警察局做笔录 在局里 我看见了周学妹 她也是来做笔录 为了她的前夫灵动 柳如烟杀灵动这件事情 完全在我和周学妹的意料之外 我们两个 没有任何的嫌疑 所以简单沟通了几句之后 便离开了警署 你要去哪 走出警署 周学妹看着我问道 我 我开口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实际上 我心里早就喜欢上网 眼前这位妹姐 也正因如此 面对她的时候 我不敢轻易发言 生怕那句话说错 就会错过这场缘分 见我迟迟不开口 周学妹又主动说道 要不要去吃点夜宵 好啊 我点头答应了下来 跟着周学妹一起 来到了一处大排档外 点上烤串和扎皮 在地桌上就吃了起来 夜里的微风拂过 周学妹撩动发烧 将头侧到了一边 就这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却让我看得格外出神 今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周学妹主动开口问我 我能有什么打算 好好工作 孝顺老人呗 我强几笑容 无奈地说道 嗯 周学妹点了点头 神色若有所思 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鼓足勇气 试探地问道 妹姐 那你呢 周学妹摇了摇头 脸上流露出了一抹苦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居然鬼使神差地说道 那今后 我们还能见面吗 周学妹猛地抬眸看向了我 目光之中浮现出了一抹暧昧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说过什么 我有点茫然 周学妹跟我说过的话 太多太多了 一时间 哪里能记得起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周学妹提示了起来 第一次见面 我眼眸低垂 若有所思 下一秒 我想到了什么事情 脸颊瞬间红到了耳朵根 嗨嗨 我清了清嗓子 尴尬地说道 妹姐 你还想要房子吗 周学妹奄然一笑 显然是明白了 我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 她清领了一口酒 笑颜如花 想啊 不过这一次 我手里可没多少闲钱 我壮着胆子 鬼使神差的开口 不要钱 只要你陪我 话音未落 周学妹之间站了起来 说道 好 我愣愣地抬头 看着周学妹 她笑了笑 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带身份证了吗 我吞咽了口唾沫 带了 在地摊结完了账 我俩直奔一旁的快捷酒店 开上了一张大床房 就像是恋爱时 小年轻做的那样 那一晚 我们两个也都重燃了激情 四日一早 周学妹便迫不及待地 跟我确立了恋爱关系 不难看出 我的表现让她十分地满意 一天我们两个在约会 周学妹突然抱住了我的胳膊 笑颜颜地说道 王志 你知道吗 你父母还撮合咱们两个呢 我脸颊一红 问道 有这回事吗 是啊 周学妹奄然笑道 尤其是 你的母亲 巴不得我给她做儿媳妇 那你怎么看 我脸红心跳 试探地问道 还能怎么看 周学妹说着 从包里掏出了户口本 我一愣 这是 王志 王志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 当然是去领证了周学妹称怪地说道 听见这话 我的脸红心跳 已经太久没有这样心动的感觉了 就好像是初恋一般 深呼吸平复心情过后 我说道 我 我得回家一趟 拿户口本 周学妹笑了笑 从包里拿出了我的户口本 说道 不用了 你的户口本在我这呢 咱妈早就给我了 大半年月后 老家的房子拆迁了 改造成了旅游度假区 老婆周学妹要养胎 我只好请假去处理 全文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